大家可以这个找出来看一看 如果大家有空的话 不过我们来关心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昨天俄罗斯发动了 这个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 史上最大规模的空袭 针对乌克兰的领土 我们看到包括乌克兰有15个州的能源设施 补给的铁路袭击 他们试图切断乌克兰的水电 打击他们的士气 所以你看到其实有一个危机出来了 因为俄罗斯射了超过100枚的飞弹 去轰这个基辅的水坝 所以万一这个水坝破了裂了 导播让我们看这个画面 会有数十万人生命会发生危险 37亿的37亿吨的水 可能会整个淹没所有的大城镇 所以其实蛮有一个大危机的 我们看到包括 现在美国的角色又是什么呢 包括美国人说 我们要来这个希望你们都能够停火 或者西方世界有这样的呼吁 可是克里姆林宫说 你们所有的停火谈判都已经失去了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几个礼拜前 乌克兰已经长驱直入 达到了俄罗斯的领土了 所以他说我们现在要发狠 发狠是我家的 我们现在发出一个讯息 就是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给乌克兰人民带来痛苦 谈判失去意义了 我们要锁定你乌克兰的能源设施 让你没有电用 没有水用 让你遭受更大的痛苦 所以我们看到 泽伦斯基怎么回应 他说 库尔斯克的行动还在按照计划推进 所以你给我的威胁 你告诉我这样子的话 你空袭我也没有用 我们这个计划是希望莫斯科占领乌东的苏美 所以你看到这个战场上有一些变化 那到底未来会怎么发展呢 我们看到了莫迪 他是印度的总理 他不是出访了乌克兰吗 那跟泽伦斯基 他们拥抱了七次 这个谈话拥抱了七次 全世界都看到这个画面了 可是泽伦斯基跟印度的记者做一个记者会 他指责 他批评印度支持俄罗斯的战争经济 理由就是俄罗斯买了大量的天然气 还有石油从俄罗斯买 所以他说你们印度应该 要减少购买俄罗斯的这一些天然气跟石油 来切断俄罗斯的战争的一些金流 所以我们看到包括他当面不敢讲 可是背面跟记者讲 这是泽伦斯基的做法 而另外印度当然有他自己的外交政策 他跟很多地方交好 某种程度也在围堵中国大陆的崛起 像是他跟越南合作 包括你看到了 说是要实现印太愿景的重要伙伴 并且你看到莫迪跟拜登 也做了一些很多方方面面的交流 像是通电话在最近发生的 讲的是俄乌战争 还有孟加拉的局势 看起来是两面都讨好 因为包括我们看到莫迪 去了俄罗斯 接着又去了乌克兰 到底他在想什么呢 我们看到美国调停都不成功 不成功的地方 除了乌克兰的战场 还有在中东 伊朗说你们不要小看我 我一定会战到底 所以加萨的停火谈判 谈判到现在毫无成果 我们可以看到这场谈判的会议地点是在开罗举行的 可是无功而返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 美国的参谋长说全面战争的风险其实是降低的 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真主党在黎巴嫩南边的这个真主党跟以色列的交火前一阵子不是很严重吗 现在已经暂时的停歇了 所以他说放心这个布朗 他说放心更大规模的战争风险可能有所缓解 我们当然希望是这样啊 可是包括真主党 可是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 在这个叶门的另外一个胡塞组织可能不这么想 我们先看纳坦亚胡其实不断的也在放话 他说攻击还没有结束啊 你以为现在停歇就是停歇吗 这一次啊 以色列大规模的出动战机战斗机去轰 去突袭真主党花了很多钱 1.2亿美元 一下子就烧光光了 而伊朗的外交部部长讲 我们其实一定会报复的 你不要看我们现在没有做任何动作 包括胡塞组织也是伊朗支持的嘛 他们都不断的在红海去突袭这些商船 包括这一艘希腊游轮 23号被打中了起火 他的火啊燃烧好几天 因为他是游轮嘛 观众朋友这个造成的污染啊 造成的这个伤亡啊 其实是难以估计的 尤其是对地区的污染 那另外我们看到伊朗 他说以色列其实已经被我们看破手脚了 你没有什么振折力 那战略平衡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了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以色列 那当然他有美国的强力支持 现在在战争上面在战场上面是占上风 可是现在有记者联合起来控诉了 说你以色列屠杀记者 我们看到60家媒体人跟人权团体一起联合开记者会说 你欧盟要出来讲话 你应该要制裁以色列 因为他屠杀记者 大家知道加萨走廊的状况很惨 平民百姓被屠杀 里头还有很多记者 记者一样被杀 到目前为止很多记者已经丧命在战场上了 来请教老师 俄乌的问题情况比以前更严重 这个可能就是因为乌克兰或者是俄罗斯指控 是在美国的协助下 那么打破了原本的默契 原本的默契就是美国 北约 乌克兰还有俄罗斯 各方就是把有个默契 就是战场就局限在乌东这个地区 就在这个地方打 但是当在乌东地区的顿列刺客 乌克兰感觉到压力越来越大 因为他的很多的坚固的防御公司 一个一个被占领 尤其是像纽约村被占领 开始攻打到红军村 红军村是一个交通的 十字路口的一个要塞 打下来之后再往西边走 那就非常势同把打了 那就非常好走 所以对于昨天事例来讲压力很大 再加上美国的选举的关系 它的不稳定性 所以他往这个库斯克 就是北边去攻击的时候 俄罗斯是指控 有美国跟北约的军队的军人的协助下 他往北边打 北边打那当然 当时在台湾有很多绿营的媒体 就非常的兴奋 说已经要直倒莫斯克了 只差400多公里 但结果就停下来了 然后也炸掉三座桥 好像先是说不再往北走了 就停在那个地方 可是普丁就跑到南阿塞提这一跪 跪谁呢 跪几十年前 这个恐怖分子 对俄罗斯的学校的一个大屠杀 其实这个就是意思也就是 他把这个乌克兰这次打俄罗斯的境内 比较成为恐怖分子 所以等于是对于这些恐怖分子 俄罗斯已经没有任何约束力了 他按照他的格调 按照他的节奏打了 这一打就惊天动地了 因为惊天一跪 就惊天动地的情况就发生了 所以对于乌克兰的十几个州的重要的城市 他专门攻打的就是民生的基础设施 发电站还有水库 如果说基辅的这个水库被炸毁了 整个水溢出来了 这个情况就非常的严重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是一个蛮大的危机 第二个就是大量地去削弱这些发电站 美国虽然说我愿意提供给你更多的发电站 但问题就在于能不能短时间内尽快地修补完 我们存怀疑的态度原因在哪里 现在已经是八月底了 9月 10月到11月的时候 乌克兰就进入寒冬了 所以冬天已经即将要来 你可以看到俄国的一个战略目标 就是让整个乌克兰的全境缺电 缺能源 缺水 这样的情形对于整个乌克兰 要度过这个冬天会非常的困难 而我估计俄罗斯的这一波攻击 不是就这一波而已 之后会有第二波 第三波 一直到把这些乌克兰的大城市的 居民多的 比如说几十万到三百万人的 大城市的民生的基础设施 摧毁绝大部分 而不容易修补之后 可能这一波的攻势才会停止 这个对于乌克兰的 还有上千万人的生活来说 要怎么度过这个寒冬 对北约来讲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动作 美国的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 到了中东地区 他马上就评估说 很有可能以色列跟黎巴伦的战火 会比较缓解 我觉得这个评估或许又早了一点 因为目前的情况是 黎巴伦在官场的是以色列的反击 如果以色列在这两天又反击了 黎巴伦可能就再度攻击了 当然又往上升级了 所以我觉得情况 他的评估太过于乐观 而且评估得太草率 太早了 因为他是一个军事的将领 军事将领评估 所有的战争的状态的时候 要根据非常科学的军事情报 来去做评估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伊朗目前把美国的 两个航母战斗群吸住了 因为本来罗斯福号航母 战斗群 他是应该在亚太地区活动的 结果现在罗斯福号航母 要负责红海地区的航道的安全 但是他没有办法确保航道的安全 因为您刚介绍的希腊的游轮 就在他的眼皮底下被打掉了 而且起火燃烧 一片火海 对 这代表什么 而且已经造成了红海的大片的污染 这代表罗斯福号航母 无法确保这个航道的安全 另外他把林肯号的航母 也都吸引过去了 所以双航母在今天 美国的国防部部长 奥斯顶又宣布 双航母继续留在中东地区 这代表什么 南海整个亚太地区 短时间内 没有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在 没有美国的航母战斗群 那你想南海菲律宾如果造乱的话 东海之间 两岸之间 或者是日本海 朝鲜之间 美国没有航母战斗群 他如何能展现他的军体 是 来请教预防委员 怎么看这个问题 看起来战场上变化莫测 不过我想当时要发动 克尔斯克这个战争的最重要原因 大概就是想 如这个泽勒斯基自己讲 就要改变战争的结果 他认为都是你在打到我家里来 像我如果打到你家里面去 而且克尔斯克 里莫斯克 只有525公里 很近 那你大概就会受到压迫 你就比较愿意给我弹劾 可能把克里米亚 把乌东土地都还给我 大家就恢复和平就这样 他想这个大概 其实乌克兰人跟俄罗斯人 都属于东斯拉夫民族 他们应该了解 斯拉夫民族的个性 你去看看列宁格勒这个战役 打了多久 斯大林格勒这个战役 打了多久 这种打这个战争 对斯拉夫民族来讲的话 他就是打下去的 他不会那么容易结束的 尤其普丁的这种个性 所以这个战争就是说 你是一个 这种战略上是不是对的 或是你战术上是不是对的 因为你下去打到克尔斯克 然后你占你的1250 平方公里里的土地 然后你大概派进去的人 有人说12000人说15000人 不管多少人 你知道这个地方 他现在占领了1250平方公里 你知道台北市才多大吗 台北市才272公里 他现在占领的面积 12000人所占领的面积 是台北市的将近五倍 你如果真的有完成占领 很多地方高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占领了 所以他这个目前所控制的1250公里 平方公里的土地 是非常松垮的 二军也不急 所以他乌东 其实都只调了一小部队来 他就逢军村的攻击 挺进 一直没有停止 普丁刚开始发了大脾气 因为脸上太难看了 可是他很快就恢复冷静 他如果这不是坏事 你看你现在孤军深入几十公里 然后一直往前推进 你每天要花多少淡水 多少汽油那些燃料 多少炮弹 然后那些伤员的补充你要多少 这是一条很长的补极线 所以这个叫贝多溜 塔麦尔真正的做法应该是 你组织一个突击的部队 今天打这一点 每天打这一点 霍天打那一点 不断地找他俄军最脆弱的地方 那个仿线最脆弱的地方 去攻击 那我告诉你 俄军就会疲疑悲命 结果你不是 你找了一个点 就直接就深入 沾你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我如果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战争最后结果会怎么样 我只能说 这个事情对整个战争的影响 是微不足道的 不会影响他的结果 不会 绝对不会的 所以这个战争会继续下去 这乌克兰的人民 包括俄国人民 继续受苦罢了 是 很辛苦 江老师 昨天新闻有提到说 这个俄伯又发射很多飞弹 无人机 然后有打死了 好像也打死了记者 打到一栋楼 那个楼是 路透社的记者 看起来是不得了的事情 这个大喊大叫 说这个你看俄伯这么坏 但是下面 刚刚我们也提到这个新闻 以色列屠杀记者 60家媒体和人权团体 都呼吁欧盟要制裁以色列 那美国有讲话吗 没有 路透社有讲话吗 特别为他们在中东的记者 说什么吗 好像就我看到的也没有 所以这个国际间的双标 在我们看是在在都存在 刚刚上一节的时候 我有提到说 那个Foreign Affairs杂志里面 这位作者他替拜登政府辩护 他说我们虽然跟中国交往 但是我们并没有忘记 我们指责中国是独裁政权 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想反问 你跟沙烏地阿拉伯交往 你们拜登先生 在还没有当总统的时候 怎么称沙烏地阿拉伯 是借民国家 这是非常大的侮辱 结果你还跑去跟他碰拳 要握手 在川普任内也是 川普说这没有办法 因为人家沙烏地阿拉伯 向我们买这么多武器 这么多飞机 所以有钱就是娘 有钱就好 因此这种双标 我们何必再把它认真看待 是